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光流逝当年的胶片随之酸化 变质 眉变 褪色 不复昔日光彩 在郑子虹和团队的努力下 这些经典影片从一盘盘老胶卷 化身成为超清鲜活的影像 时隔数十年后 被重新搬上影院的大荧幕 和时兴的4K流媒体平台 再度走进观众的视野 现在同时在做一个胶片修理的情况 我们是清洁了表面上的一些污漬 将一些剪接时候用的胶纸 将它先起来 因为这些胶纸会是 过这个掃描器之后 会影响了掃描质素质 同时用把剪刀 将这些胶纸慢慢起来 但就要很小心 因为不希望损坏到片画格上的影像 还有清洁的时候 我们要用好高纯度的火皱和柠檬油 在物理修复完成后 修复诗变开始着手数字修复 先将胶片上的影像 通过扫描转换成数字文件 再进一步处理画面的掉色 划痕 霉斑 抖动 闪烁 噪声等问题 作为视听的艺术 除了对光影的重现 对声音的还原 也是尤为关键的一环 画面修复得越好 胶片的单声道声音就越担保 这些都是光学的声带 所以我们都要看到 会有一个镜头 将光学的声音 变成一个数码的讯号 你听到 可能背景听到少少 是有些讲英文的声音 这些邵氏电影 很多时它们都会配上了英文的对白 方便它们卖去英语的地方 外国的地方 亦都是令到香港的动作片 可以很早地流行到世界各地 深耕电影行业三十年 郑子虹见证了港片的成长与发展 比如我们公司2015年开的时候 我们是做了这么多部李小龙 还有主要是很多动作片 成龙那些 后来慢慢就多了做些剧情片 比如是关键鹏 王家卫 这其实是很多外国观众 对香港电影的认知过程 作为电影修复所的负责人 郑子虹和团队 已修复过王家卫 吴雨森 杜其峰 陈克欣等知名香港导演的电影作品 共计50多部 也让电影修复师正于幕后工作 被大众了解和认可 电影修复这件事 大概是90年代开始有 先是欧洲 接着是美洲 2000年代中 香港才开始接触到电影修复这件事 今年的时候 因为香港国际电影节 它是放映了好几部 东南亚地区都很出名的 80年代的90年代的电影 包括有关键鵬导演的几部电影 有《烟尸扣》 《阮寧玉玉》 还有王家卫的《花勇年画》 《堕落天使》等等 这些电影都是很多人认识的 因为这些电影本身 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所以连带很多 本来对修复这个概念 不是很清楚的观众 都开始留意到 刀片轻舞 胶卷转动 一方小小的工作台 是一份修旧如旧的经年监守 亦是对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是一种文化的承传 一种文化的保留 特别我们看回 八九十年代香港段 我们看到很多香港社会的面貌 可以记录到 捕捉到当时香港很多的 旧社会面貌 一些街道 一些建筑物 现在很多这些地方都没有了 其实对很多在身处外地的人来说 电影是他们认识 一个地方的文化 一个最直接 最快的途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